走啊小冬干啥呢 老板要不你先走吧 我在这等个人行吗 等人 哪个女的呀 女的 女的不是你走吧小冬 那个你来了 你谁呀 这位就是你说的老板吧 对对 长得也不咋地嘛 不是我长 这有意思 你是谁啊你是 你看小冬 跟了你这么些年了 什么也没换上呀 这样吧小冬啊 你以后就跟着我 我一个月给你两万块写电话 两万那那那行 就这呀 我给你三万 明天就给一个经理当当怎么样 经理啊 我给你五万 我再给你配辆车 五万 老板我一个月就三千块钱 那个对不起了 走走吧 等会儿等 那房子给你了 房子 明天开始公司你说了算 你当老板 我当老板娘 啊 啊 那个老板你不许反悔啊 还家吗 你别笑 算你厉害 那我就先走了啊 别忘了啊 我忘不了 走走走 啥意思啊 没啥老板 对了 你兄弟别忘了啊 哎呀快走吧知道了 兄弟 啥意思呀呢 老板你刚才说的话不许反悔啊 哎呦妈呀 累死我了 老板 快捶腿啊 给你一百块钱 你给我下去啊 不是 给你一百块钱 捶一下怎么了 我给你二百 你给我捶啊 你说的 行哈 不许反悔啊 一二三四五六 嘿 六下老板 一千二 拿钱吧 拿什么钱 哎 不承认是吧 你刚刚自己说的 捶一下给二百 咋了我捶了六下 你这么大老板 怎么能说话不算数呢 我告诉你啊 我这可都录着啊 你信不信 我一会儿让全公司统认着的 这样传出去 你可就是个言而无信的老板了吧 嘿嘿嘿 我恨你 给钱 快点 赶紧他走 哎 真好 哎 老板 生气了 不开心了啊 那这样 我给你个机会 你叫我一声歌 我把这一千二再还给你 鬼 哎 三千 五千总行了吧 五千叫一声歌 不亏啊 我信一个鬼 你就是得能有五千二千吗 哎 你还真不信啊 来 五千块钱 放这了 嗯 叫不叫 不叫是吧 不叫算了 哎 哎 那 哥 听不见 大点声 哥 你这叫的一点都不好听 你应该叫 哥哥 哈哈哈 不叫是吧 哎 哥哥 哥哥 哥哥哥哥哥哥这 不是这 哎呀 我这 老板 这是刚刚王总支付的这个五线现金 怎么付呢 现金啊 钱呢 刚给东哥了呀 老板你走吧 小冬 你昨天是不是跟财务小姐一起出去吃饭 对啊 你都知道了 你什么态度 谁允许你跟别的女人一起吃饭的 不是你说的吗 要让心同事快速融入集体啊 那也不行 反正你就是不许跟别的女人一起吃饭 不是 你讲不讲道理 再说我那是下班时间 我花我自己的钱又没花你的钱 下班时间是吧 对啊 那你有个事你辞职 不是 我辞职 你以为我不敢啊 你要是敢辞职我就敢屁 辞就辞 谁怕谁 辞职就辞职 谁怕谁 辞出不留意 自有略处 你买的好吃 你拿包子买的 我辞职了 辞职 你干嘛辞职啊 你干嘛辞职啊 薪资薪资底 岗味岗味没有 就连给女同事吃个饭 都哭我奖金 我不干了 哎呀 干嘛呀 来来来跟我来 嗯 啥意思呢 各位来 这个办公室怎么样 谁都干什么呀 我去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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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经理你调的咋 哎呦 给我升职 还给我发新衣服呢 这衣服 哎 你喜欢吗 去吧 哎哎 这个办公室以后就是小冬的了 不是老板 也在贪心 哎 来来来 老板 你可来了 怎么了 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出大事了 你到办公室来 不是什么事啊 不是小冬 你干嘛要着急忙分呢 哎哎 我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了 家里出事了 家里出什么事了 嗯 那个 我弟娶媳妇 小冬你是不是有大病 哎 让你吓死了 你弟娶媳妇是什么喜事啊 不是 你弟娶媳妇是不是 你跟我说话吗呀 就是 我妈跟我说 还差点彩礼钱 我这不行 我给你借点嘛 差钱礼啊 啊 多少是吧 不不多啊 就一丢丢 就一丢丢就够 哎呀 行 给 安全的工程卡 不不不不 不是 没事 这20万你先拿着 不是20万你还多了 不用那么多 你说我客气干嘛呀 去 那结婚用钱的地方多了去了 再生了 生产的 你就给他妈妈买点好东西 好吧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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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行 那我帝将我还给你啊 也不用 我又不知道给我谁 哎 对了 你帝能说几个人 啊 就月底啊 月底啊 那这么快了吗 啊 行 那你那你今天就回去吧 我今天回去啊 不用不用 我先把手头工作忙完再说 来得及啊 那家里办喜事 毛毛叨叨的 你不得回去吧 走 不 不是老板 你送我回去干啥 这这不太好 我家的事 这这说 怎么能让你跟着操心呢 什么你家我家的 那咱俩不是一家的呀 你跟着你别跟我说 不是 梦了好久 终于把梦实现 哎 老板 问一下 你那择我标准是什么 嗯 哈哈 不是 你看我怎么样 哈哈 你就别操心了 你先好好工作 先买个房子再说吧 我买个房你就同意是吗 好呀 行 等着啊老板 妈 你跟我爸商量一下 我想买那个房子 对真的 他说了 先买房再考虑 啊对对对对 就是之前 给你们说过那个 哎比我稍微大 那么一丢丢 但是他愿意陪我啊 就是要别说 我也同意 哎呀打三份工不够 那就打五份 反正你们能凑点就凑点 剩下的我想办法 好不好 啊行行 挂了啊 不是小东你来真的啊 不是老板 你怎么喜欢偷天人打电话呢 开玩笑的 你没必要真买 我愿意 只要他一句话 我这辈子都知道 你过来 你过来 哎呀你不用劝我了 我都已经决定好了 有你这些笑话 我已经很开心了小东 但是买房的钱不够的话 不用勉强 我都答应你 老板那个买房的钱已经够了 我现在还差点装修的钱 装五 装修差多少钱 用不用我给你 装修才差五万 嗯 我给你转十万 不是不是 干啥老板你啊 转回去的十万 啊 也不能让你一个人 出装修钱呀 不是老板我可没钱还你啊 不用还 以后我们都是一家人 我的就是你的嘛 十万 哎你你你来了 老板 哎老板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女朋友 女朋友 这是我们老板 大好人 听说我要买房了 然后直接给赞助了十万 啊谢谢你啊 你真是大好人 哈哈哈 喂 我过来一下 不是你买房子 不是因为我吗 不是老板 跟你有啥关系啊 是我女朋友要买房 哎 你是不是有病你啊 把钱我还回来 不是你 你说了不用还了 你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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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